迎接曙光不只是路 还有海跟空 来看到空的方面 就跟以前一样 有航空公司安排 所谓的曙光班机 在高空上透过出个窗户 往外面欣赏美景 真的是相当的不同 还有海军也趁着元旦战备巡逸 在海上迎接曙光 不过也是蛮可惜的 以前的重头戏 新北市三雕角 今年天气不大好 阳光被云给遮住了 看不见曙光 海天交界映出一团 绚丽光圈 2015年第一道曙光 看似远在天边 其实近在眼前 像颗橘色火球 射出耀眼光芒 云朵层次堆叠 就像在微量的清晨空中 偏然漫无 1月1号 华航首班飞冲绳班机 却不是唯一享受 空中迎曙光的专利 华信航空特别安排 曙光专机 绕着东海岸飞一圈 少了外海的云目阻碍 美景更加清晰明的 有看到曙光吗 有 很清楚 很清楚 很爆的一个机眼 机场非常很好 有盘旋一圈 然后让我们机上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曙光 海军元旦战备巡弋 也搭上迎曙光风潮 安排既得极舰和成功极舰 同心操演为2015揭开序幕 在花莲 点亮灰暗夜空的不是阳光 而是景光点 F16冲场和海军互别苗头 用于曙光不能漏掉新北市三角角 可惜今年天后不佳 云朵挡住阳光 2015元旦 曙光露脸 象征新年 新运气象 记者正好报道